H7N9流感确诊 中国大陆H7N9流感疫情持续扩大 至今传染途径仍然不明 观光局今天表示 五一长假期间 预计将有14000多名大陆观光客来台 集中6000元来自感染疫区 外界担心防疫困难 观光局表示会加强把关 不会寄出旅游禁令 知名景点陆客人来人往 五一长假期间 观光局初估 预计将会有14000多名陆客来台 其中来自七省两市H7N9疫区的游客 就超过6000人 观光局表示将会加强宣导防疫 我们会特别的去做一些电话的办法 去问这些随团的导游 我们今天的这个陆客 健康情形如何 那有没有确实 如果说他有呼吸道 有这个发生有一些症状 咳嗽等等 目前包括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安徽省 北京市河南省 山东省江西省福建省都出现确诊案例 然而死亡案例持续增加 感染途径人不明 台湾会不会寄出旅游禁令 或限制自由行旅客 机关局表示 卫生安全跟健康的这个威胁 跟经济冲击的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会再去做一个决定 那这个事情还在指引中心内 透过跨部会的机制还在做讨论 游行中国大陆H7N9疫情 目前台湾赴大陆旅客 已经有四成取消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 台湾口罩销售量 比去年同期增加五倍 而许多台商台卷 更是从台湾直接订口罩 出口量增加四倍 新唐人亚特电视 郭英开成真 台湾台北报道